再來我們看第七題 水果店的老闆 預備將630顆蘋果 420顆水梨 跟840顆水蜜桃 分裝成包含蘋果 水梨跟水蜜桃的中和禮盒 而且沒有剩下 若每個禮盒的蘋果的數量要一樣多 水梨的也要一樣多 水蜜桃數量也一樣多 問最多可以分成幾盒 因為要一樣多啊 所以它一定是630 分的核數啊 一定是630跟 420跟840的最大公因數 那我們來分看看 假設用10 63 42 84 好 接著呢 我們用7 79613 7642 這裡是14 96跟14 沒有公因數了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分下去 因此我們就知道最大公因數是7乘以10 因此它可以分出 70盒 這是最多的 7乘以10 那這個時候每個禮盒可以放幾個蘋果 蘋果原本有630顆 分完以後 每個禮盒就是9顆 水梨有幾顆呢 水梨原本有 420顆 分了70盒以後 就會剩下 6顆 每盒6顆 那麼幾顆水蜜桃呢 水蜜桃 原本有840顆 分成70盒以後 每盒就是14顆 所以這裡就是14 這是第7題 1顆 2顆 4顆